想要去香港读一个硕士的同学 我又给你们号召了一个 可以简陋的1.5年制硕士项目 香港科技大学的技术领导力与创业理学硕士 四个项目的关键信息 注定了它成为一个超级香的简陋项目 第一 极高的认可度 项目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的工学院和商学院合办的 香港科技大学最牛的两个部分 一块是它的工学院 另一个就是它的商学院了 要我来说 香港目前最牛的商学院就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商学院 所以项目能享受到两边的资源 对于未来的选科或者就业来说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而且香港科技大学作为港三所之一 QS排名一直是名列前茅 2023QS排名世界第40名 对标内地任校 离它最近的就是我们的浙江大学42名 所以说认可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第二 录取友好 香港科技大学录取有多难 相信大家都知道 香港科技大学录取的偏好 那就是985和海本 而且还是港三所里面相对比较青睐录取海本的 所以不管是申请它强势的工科 还是说申请热门的商科 录取难度都很大 而技术领导力与创业这个项目 录取一不研卡的效 二申请不限专业 三看重创业经历 所以不管你是985低分的同学 还是211 85分 86分的同学 只要你有创业项目的相关经验 或者说打算往这个方向发展呢 我都强烈建议你考虑 我们甚至有211同学78分拿到录取的 三位置优势 在主流的流水地区里面 中国香港地区离内地很近 因此带了很多的地理位置优势 一方面补起来家里放心 现在又有0加3的政策往返很方便 另一方面香港的院校内地比较熟悉 不像你去美国读个文理学院 最后回来之后 可能很多公司不知道你的学校到底有多牛 而港科作为港三所之一 在内地的名气非常大 而且也是近几年的读研的热门目的地 所以任何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港区和内地合作也在不断的加强 越港澳大温区的大力发展 以及留学生回来之后的总统创业就业 以及落户的福利非常强 再一个要申请创业与创新 这个方向同学肯定都知道 不管是新加坡英国还是澳大利亚 很多名校都有这个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开设 但是要申请离内地非常近 费用又非常划算的香港地区的时候 可以考虑的项目几乎没有 所以如果要申请这个方向同学 我非常建议加上港科大的这个项目 第四 课程很好 如果你觉得创业创新的课程相对好 力气就一定是谁课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你考虑做产品开发 工程原型加入甚至是创建一个初创公司 那项目的课程绝对能满足你的需求 九个学分的核心课 包括产品开发和原型 技术领导利益创业 以及启动研讨会 让你快速了解工程原型 以及初创公司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并解析案例 像案例的解析以及主题 大部分涵盖的都是香港以及珠三角地区的实际的案例 所以对于未来的作业非常有帮助 而选修课更是可以从商学院 风学院 理学院 公共政策系当中选择12个学分的课程自由度非常大 最后课程还包括一个技术领导力和创业项目 甚至可以让你在课程实践的过程当中 完成一个产品或服务的α版本或者原型 别人呢是毕业就失业 你呀是毕业就创业 像目前来看申请分两轮 我一直有强调 如果说要申请这种多轮次的项目 如果你的材料各方面都准备好了 建议尽量去赶第一轮 可能录取的成功率会更大些 第一轮22年12月1日截止 距离目前呢也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 所以如果想要逆袭香港科技大学的同学 可以私我咨询 我们也给想要申请香港科技大学的所有的同学 准备了我们的香港科技大学硕士申请手册 内涵项目的客观信息 比如学费学制项目的申请要求 以及我们真实的录取案例 还有学长学姐们的就读体验 回复港科即可免费领取